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山 前些日子啊,老宋录过一个对2022年一个展望的视频 现在呢,虽然2022年才过了一个开头 但是反过来看我那个展望 大部分还是贴近现实的,比较像的 是不是,按那个思路去发展的 说实话,现在看来2022年确实好像不太安分 事情比较多的一年,是不是 咱们今天呢,再聊聊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我认为啊,在2022年甚至2023年 我们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会遇到几件特别难熬的事情 我们大家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不然呢,你不好挺过去 那朋友说,都有哪些特别难熬的事情 我们普通老百姓容易遇到呢,你听我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家庭关系容易面临不和谐 夫妻关系,离婚率可能会增高 我说到这呀,有人肯定会反驳我 说老宋,你这不瞎掰吗 离婚率,离婚率这两三年就挺高 在这说呢,你说现在事多,国际上事多 什么疫情也好,经济也好 和离婚率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在这边就不能往一起扯 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联系 我认为你说错了 这两件事情是联系的 为什么这么说,你说夫妻之间为什么会离婚 一种原因是这个其中一方的人品不行 人心不行,是不是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两个人没感情了 那你说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没感情呢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家庭的经济结构不好了 我们普通老百姓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了 你经济环境不好,压力越来越大,那你就会怎么样 心理焦虑 其实心理焦虑大概率都是没钱造成的 然后你一焦虑,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心生不满,你就会有怨气,你就会难受 然后你说话的时候 就会不好好说话 就会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家庭里面 夫妻之间小毛病不断 这就怎么说的 有一句话叫什么,穷争恶草 一开始啊,这就是小矛盾 你讲的,没事,都是小矛盾 但是时间一长就会积累成大矛盾 慢慢越来越大,最后不可调和 这种争吵,这种小矛盾 持年久了就会变成夫妻之间没感情 那么夫妻之间没感情了 大家的家庭条件不好,经济不好 各方面的压力就很容易出动去离婚 造成离婚率高 真的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 很多家庭夫妻本来很和睦的 就容易因为这个出现了情况 大家会说,他变了 你看他现在没好气了 不是的,就是因为压力大 那朋友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 我希望朋友们心里都要知道 家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最后的退路 越是这种情况 我们越应该家庭成员相濡以沫 尤其是夫妻之间 越应该经营好这个家庭 经营好我们的感情 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情糟糕 我们的压力大 把这个发泄给亲人身上 然后毁了这个家庭 我们压力再大 互相扶持互相安慰 也能挺过去的 明白吗 千万遍你压力大 你心情不顺 就发泄 这种时候 真的你的家庭不会和谐的 很多人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家庭关系就面临这种情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大部分普通老百姓 都要面临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加大的压力 有朋友说了 为什么呢 那我们都知道 疫情就不用说了 这个国内经济环境的事 和国外国际上这事那事的 这些事 都会有照我们影响 前两天啊 有一个人还跟我说了 有啥影响 那外头这事和我们有啥影响 我说外头一出现各种乱局 东西就会贵 一些商品 那大东商品 那工业用品就会贵 他打出来 他跟我视频 不是视频啊 给我留言出来 那和我们有啥关系 和老百姓有啥关系 你举个例子 我听听 我就觉得不会有影响 哎呀 我说这你是生活在上世纪的人吗 咱就最打个比方 石油上涨了 你开车加油 是不是得上涨 那这小鞋车加油 涨价了 是涨高了吧 那有人说了 我不开车 我不行 我坐公交车行了吧 弄得咋的 好 你自己可以不开车 运输呢 什么蔬菜运输 什么各种材料运输 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 很多都靠气运的各方面的运输 那这些运输是不是得用石油 油价涨了 运输成本涨了 就会怎么样 分摊到每一样产品当中 那么这些物价就会上涨 很多我这只是指了个石油 很多东西因为一个石油 就是很多东西都会上涨 这些东西上涨了 带来其他东西上涨 这是肯定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 只要这种事情 不可能不对我们造成影响的 所以我们肯定会面临这方面的压力 是不是 那么面临这方面的压力 我们就要提前做准备了 想想吧 怎么可能不上涨 是不是 所以说自己要知道 我们普通老百姓会面临这种压力 至少可能这一年半年的 是吧 要面临这种压力 我们要早做准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老叔认为大概率的情况下 这只工作越来越不笼定 失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加 工资减少 内卷加重 你手里有点存款可能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工资少了不够挖了 你就得花存款呢 就少了 那这一卷为什么会加重呢 因为现在 比如说失业的多了 他就要去生活 就要找工作 那找工作 大家没有合适的工作 找到普通老百姓 就会找那种可以的 那么大家都拥到那去了 内建就加剧 而且呢 企业 为什么工作会不稳定 失业率增大呢 就是因为企业它也不好生存 因为企业不太好了 那你工作可不就不稳定 失业可不就增加了 那这种时候你再想一想 往上倒 你说工作不稳定 失业了 工资减少了 没有钱了 然后 物价再上涨了 你可不就压力大了 你可不就焦虑了 你一焦虑 你得把这份焦虑全发泄给家庭了 完了 你想想 你又回到第一条了 你家里是不是面临着 家庭不和谐 夫妻容易离婚 你看看 这都是连带的 是不是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你现在的工作 如果能稳定 好好的吧 你说是不是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老苏认为 这一两年 坏人 骗子 可能会争夺 为什么呢 因为呀 有一些人 他平常才能好 我能挣到点钱 我就不当坏人 不当骗子 可是现在的 我挣不着钱了 怎么样呢 那没办法 我得生存 我当坏人 我当骗子 而且这些坏人 骗子是什么 他们会利用 我们老百姓 急于赚钱的心理 急于稳定的心理 急于脱离这个 艰难的心理 脱离压力的心理 用这个着急 用这个急到 来设定这些圈景 来使你入进去 来骗你的钱 是不是 这种情况 是很容易发生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要更注意一些人 更注意那些 给我们画了一个大饼的人 告诉我们去了 就很容易赚钱 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讲 怎么可能呢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你都赚不到钱 想要工作都费劲 他告诉你一句话 你就能跟着他赚大钱 你更不用想了 你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要小心谨慎 你就记住 骗子和坏人 可能会争夺了 所以眼睛尖一点 他是不是坏蛋 他是不是骗子 是不是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老宋认为 可能经过 几上几种情况的原因 房贷 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人呢 还房贷是个麻烦 甚至有一些人 可能会出现 断贷的风险 那么这种情况 要出现的话 房价下行的可能性 就会增大 那有人会觉得 呀 房价下行好啊 房价降了好啊 你可别那么想 广市政 你要是单纯的 房价调控 降了挺好 你如果是各个方面 举起了 你的工资收入 物价呀 这些东西 完房价降掉了 跟你讲 到处你也买不起 你也很为难 而且你要有房子贷款的话 那点你更糟心 你想想是不是 所以老宋认为 2022年 甚至2023年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 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 那有人说了 我不怕 我有钱 我胡说哈喽宝收 我不会下岗 那你要是这种人 咱不能去讲 你说你有的是钱 你富豪 你有好几个意义 你管那啊 对不对 你说你那工作 哈喽宝收的 你管那啊 我只是说 咱们普通老百姓 确实有这种压力的人 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 那么面临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就说了 2023年 你全天告诉我 我准备来 你现在来不及了 最起码你心理上 心态上要准备好 你说我可能会面临这种事情 那我们心态上就准备好了 预备好了 真要的这种事情 就摊到了自己身上 我们也能够积极面对 因为我们提前都准备好了 别到时候打你个措手不及 到那个时候 你先抓耳朗塞 你心态一下就崩了 那就完了 有一个好的心态 家庭成员之间 夫妻之间 相濡以沫 大家停一停 熬一熬 坚持坚持 就过去了 不会一直是这样的 你说老宋说的对不对 所以老宋所谓的找做准备 一个是经济上各方面找做准备 最重要的是心态上有一个好准备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了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